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那这边还有一个英雄传说卡片的制作活动 这个就是我们之前讲的什么碎片这些东西 来我们来赶快来跟大家做一个分享 3月11号天堂M的这个白色情人节系列活动 就是这一次要推出了 那它里面就是会卖这一个东西 它说你只要在商城里面花1000金币 就可以去买到这个活动 那这个活动呢它项链的能力各种能力都有增加 然后还有增加防御力 我印象是这样子 然后再来还有一个英雄传说卡片的制作活动 它这边有说玩家可以将多余的英雄级传说级的防具 分别制作成对应等级的这个碎片 然后依据制作成功的几率不同 然后选择累积指定数量的碎片 再制作成这种传说的宝箱 就是你可以去拿到 红变红娃 纸变纸娃 就你用红装呢去制作 你就可以制作成红变红娃 那用纸装去制作呢你就可以制作成纸变纸娃 那这个是上次我们讲这种所谓的碎片的这个活动 然后再来伺服器移民要开放了 然后同时呢也会增加道具收藏品 还有新增英雄阶级的饰品 还有这个收集品 那这边有提到 它其实这个地方就是讲的就是要推出新的道具 这边游戏内追加新分类英雄道具收集品 那除此之外应该白色也会更新 并且同步推出耳环戒指等饰品 收集道具让玩家能力可以更上一层楼 所以这一个很明显呢 就是我们之前有分享过的一个白装 要涨价了 白装绿装都会涨价 这个要大家去特别留意一下 好那这边的话就是伺服器移民了 那再来一望之导这个boss难度呢提高了 然后哈佛万能药使用上限呢更动 好那这边来我们来看一下详细的 好他讲到说 一望之导更新之后 它会增加挑战难度 五种boss的血量跟攻击伤害都会提升 但相对来说 它的奖励呢也会再提高一阶 那玩家在里面打一望之导的时候 你有机会去拿到 比如说欧极王的腰带 暗内骑士的技能书 还有这些传说级的一些虚拟宝物 那除了这个一望之导的更新本身之外 我们的哈佛万能药呢 原本只能用五平 那后来呢 这次改版之后会追加成十平 所以让玩家可以再有更多这个空间 去调整你自己的这个能力 那其他的副本呢 譬如说奥曼之塔 象牙塔 烈焰地尖 拉斯塔巴德 那这些时间哦 总体的都会有一个调整 那我们来看一下 它总共调整成怎么样 以后的话就是这样子 像这张表这样子 123456日是这样 11点 这个奥曼之塔 一楼五楼的boss 12点半 每天中午 然后是二楼六楼 那下面依此类推 那比较重要的是哦 在这一个 你看一下 一望之岛的这个boss呢 它才 从礼拜一到礼拜天 每一天的十点半 晚上十点半 就会有一只的boss出现 那礼拜六的话 因为这边有一个 拉斯塔巴德 哈佩曼 所以这边的话 当然就没有 但是礼拜天的话呢 会有一个古代的守护者 那23点30分呢 这个是固定的哦 就一样就是 烈焰地尖里面的二楼 死亡骑士 那么这些资讯先提供给大家参考 如果大家觉得不错的话呢 记得帮我们按赞 订阅跟分享 我是小编 我们就下次影片再见咯 拜拜 by bwd6 by bwd6